如果說到在澳門唯一一間環境舒適 野食又夠精緻的高級中餐廳 相信是不困難的 不過再加上一個無敵海景 一條友誼橋的橋景 這真是無敵 這間餐廳能夠滿足大家的慾望嗎 這間中餐廳氣派又親和 環境又舒適 融合了富有現代感的裝修 而且坐擁霸氣的外港海景 在這裡吃飯喝茶簡直是無得輸 而且樓下就是魚人碼頭 地方相當大 周圍都是景點 周圍都是打卡點 無論是古羅馬競技場 還是古羅馬石像 建築等等 都是非常好出片 推薦給大家過來拍照 這裡喝茶環境優美之餘 點心都很精緻 看看這個焗蘿蔔絲酥 美得真是不吃得吃 不要小朋友見到開心 大朋友都爭著拍照打卡 味道方面 跟平時的蘿蔔酥差不多 但紅色的酥皮 就增添了多一份紅蘿蔔汁的甜味 而且酥皮也比較挺身 整條鴿皮也不會那麼容易散 還有這個露筍鮮蝦金魚餃 又真是美得嘩嘩的聲音 同樣都是上機吃鮮 正形剔透的餡皮 配合爽口彈牙的鮮蝦 加上它的湯汁也非常香濃 絕對是看得又吃得 花心思的還有這個鳥巢鵝肝鹹水角 顯而易見的鳥巢造型 裝著明亮醒目綠色鳥蛋造型的鹹水角 而餡料方面 就加入了鵝肝 為這個傳統點心 帶來一點點的變咒 口感煙韌相對厚一點的綠色角皮 包裹著巴道的鵝肝 吃下去又不會太油膩 相信師傅 無論在比例上 又或者是外觀上 都花了不少時間去研發 才能做到水樽這麼高的點心 試完顏色繽紛 上深月目的點心之後 馬上看看還有什麼食物 吃完點心之後 是時候幾個菜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近期澳門的天氣越來越熱 特別是暑假或夏天的檔期 所以去到餐廳 一定要吃點燒暑的食物 有什麼燒暑的食物 例如冬瓜粽 但經常說冬瓜粽這麼大煲 怎麼一個人吃呢 這裡是可以有個小型的冬瓜粽 叫做 迷你夏日燒暑冬瓜粽 一人的份量 先試一試 這麼貼心的地方 真是很好 夠清甜 夠燒暑 夠鮮味 還有原汁原味 那一下才好吃 經常說吃燉湯 其實燉一個冬瓜粽 都蠻瀉意 真棒 除了冬瓜粽之外 我叫了四個菜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首先我們先試一下魚 魚叫做 元朝骨香大龍躉 這個大龍躉 其實是一龍躉二食 有什麼呢 這個就是椒鹽骨 還有椒鹽魚骨 還有魚骨腩 還有一個就是 炒龍躉球 先試一下炒龍躉球 味道就不太濃 主要吃它本身龍躉的清甜味道 而且新鮮的龍躉 就是特別鮮味 而且我喜歡吃龍躉 皮膠質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當然了 清淡就吃了 吃了一些重味一點的 焦鹽的龍躉骨腩 先試一試 它的骨腩炸得非常之香 非常之脆 而且炸完之後 雖然表皮很脆很香 但裡面的肉 都是很軟滑 而且味道很濃 很棒 和一個清炒龍躉球 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 如果喜歡吃淡味的 可以沒有了它的要求 就像我這樣 我喜歡重口味的 真是焦鹽的龍躉球 真是沒辦法 真是正 通常吃中餐 我們宴客一定會叫一隻雞來吃 通常都是白切雞 但這裡我們會和大家推薦 就是這個 麗王一品燒雞 燒雞 為何有特別的 因為通常吃中餐 一定會叫燒雞 或是叫雞 為何一定要吃燒雞 有甚麼原因 廚師就說 不如你試一下 試一下就可能知道 為何我要推薦你吃這個燒雞 喂 夠賣關子 那就一定要試一下 為何這個燒雞 我一定要推給大家 因為它有少少東南亞口味 真的有少少 就是東蔭宮的味道 有少少酸酸的 有少少 輕微的辣辣的 但又不好出 所以小朋友都適合 小朋友說 想嘗嘗東蔭宮味的 燒雞的話 這個可以試一下 但大家就不要期望 真是一個 東蔭宮味的燒雞 它有少少的東南亞口味 而且雞的味道 不是很鹹 亦不是很淡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桌面上 沒有調味料 去再去點 別懷疑 沒有夾汁 去點 為何呢 因為師傅就說 不用了 沒想過有些東西點 雞本身就是夠味 不需要點的東西 夠了味道 好吃 又真是的 真是想不到 燒雞的食物之外 還有這個 這個真是厲害 你只看擺盤 都知道這個非常厲害 它用岩鹽來做擺盤 上面鋪了一個 A5的宮崎和牛 這是A5的宮崎和牛 配自家製的四種海鹽 不同人的口味 你喜歡吃哪一種的味道 就點哪一種的味道 如果像我這樣 我知道四種都沒有問題 為何說這是重量級的一個菜 首先它用岩鹽來擺盤 已經是非常之丟本 其次就是A5的宮崎和牛 宮崎牛是三大牛之一 而且A5級別的 即是非常之高級的一個和牛 它是油花分佈 如無意外 一定是入口即化 不用咀嚼 一定是沒有渣的 但當然以示公正 跟大家試一下 否則真是 入口 我還沒開始給力 因為我已經化了 油份非常之高 不需要吃太多 吃太多反而吃不出 牛的一種味道出來 為何呢 因為吃漏了 吃壞了口腔 好了 吃均勻了四種味道的海鹽 我覺得最驚喜 最印象深刻的 其實就是這個豆豉味的海鹽 你怎會想到豆豉味和和牛是相配的 想不到一個豆豉味道和和牛 產生一個化學反應 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出來 但我覺得是很特別 很神奇的一個化學狀 這個一定要試一下 其他的話 其實我相信大家想像中 都想到大概是甚麼味道 但是那個豆豉味真是 真的要試一下 當然除了這麼貴家的和牛之外 旁邊也有一個很厲害的龍蝦 它叫做沉龍搭雪 名字非常之厲害 究竟是怎樣叫沉龍搭雪 搭甚麼雪 蝦肉的下面全部都是雪 甚麼雪 是炒牛奶 所以有一個沉龍搭雪 這裏的龍蝦是用西澳洲龍蝦 而且一定要2.5斤 而且它起了肉之後 首先爆香 再加一些蛋黃包著它 所以這裏有一點蛋黃的味道 覆蓋著它 我看到上面還有一些魚子醬 其實它是非魚子醬 為甚麼要加一些非魚子醬 在上面 因為魚子醬其實有一點鹹鮮的感覺 加上龍蝦 其實是更加重的鮮味 又帶回龍蝦本身 因為它是起肉 帶回龍蝦本身 有種鮮甜的味道 試試 試試 它外面包了一層鹹蛋黃 但它鹹蛋黃 大家不用擔心 它不是說很重的鹹蛋黃的味道 反而它是用那種香味 鹹香鹹香 為甚麼要放魚子醬在上面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剛剛除了可以帶回龍蝦的鮮甜之外 其實也可以中和中間的鹹蛋黃 它本身吃到口 有一點點滋滋的感覺 外面鹹鮮 然後中間鹹香 裡面鮮嫩滑 而且有一點爽口的感覺 龍蝦肉鮮甜 整件事是非常合適的 當然了 如果吃完那一盒雪 下面有一個 順德的炒牛奶 感覺也挺特別的 而且整件事 你現客的話 挺棒的 有一個這麼大隻的西奧龍 還有一些日本的和牛 兩味的魚 還有龍躉 還有一個這麼有特色的 東南亞風味的燒雞 一班朋友來吃 一定不失禮 有一個碼 早期就算了 等會了 接稿 二班 再次 張一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